瑞芳拥有九份喉童黄金博物馆 三雕岭瀑布等等 许多全国著名的观光景点 但是却常常因为游客都自己开车 前往造成周边道路是出现了交通涌色 还有停车问题 瑞芳区公所最近也着手进行网站的改版 新增加了观光景点与公共运输资讯查询服务项目 方便游客来查询 瑞芳区有四脚亭 瑞芳喉童与三雕岭等四处火车站 及六线公路客运 14线市区公车及两线金融市公车 等22条公车路线 这些公共资讯散落在铁路局 客运公司交通单位等网站 民众要查询相当的不方便 公所为提供无缝运输服务 将这些公共运输资讯加以整合 可以到瑞芳的四个火车站的一个相关的资讯 还有我们免费新巴士的资讯 还有我们公车公路客运的资讯 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计程车 共乘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都可以连结在我们公所的一个网站 去做一个查询 那只要事先做好相关的一个功课 利用这个公共运输 来我们对方地区 从事一个低碳旅游 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行程 区长陈吉正表示 在铁路运输方面 民众抵达四处火车站下车 要转成其他公车路线也一并查询 并将22条公车路线以图示的方式显示 民众一目了然 查询更加便利 包括我们对方区的一个景点 因为我们在对方区 我们总有三线 有海线的一个旅游 那景点非常的多 我们包括这个九份金瓜石黄金博物馆 还有我们的鼻头角的步道 以及我们的橡鼻眼等等 还有包括我们的喉筒 那所以我们把这些景点呢 透过这个网站的一个连 放置在网站 那民众呢 只要来游客 只要来瑞方网 其实可以上我们 瑞方区公所的一个网站 来查询一些观光的一个景点 此外网页上还加上 八条免费星巴士路线图 即在火车站搭乘计程车 前往九份金瓜石 十分瀑布等地区的共乘运驾 公共运输资讯整合 大幅增加民众查询便利性 也可避免民众搭乘计程车时 因废率问题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自从到论之后呢 就针对这个网站 这个区块特别的留意 那我想为了 因为对方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 很多风景的著名景点 都是游客非常喜欢来 那游客经常开车过来的话 会造成我们这边的一个 交通的一个涌塞 那我们从这个软体面提供这个相关的公共运输的资讯 让民众能够选择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互相的一个转程接驳 我想对于改善对方地区的一些交通 风景点的交通涌塞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一来的话就非常重视这一块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也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我们就把这些都已经建置完成 那在观光景点方面 工作也将瑞芳地区较知名20处景点进行介绍 连同如何前往交通运输资讯与上网查询时一并呈现 为改善瑞芳风景区交通涌色问题 除了交通管制措施 瓶颈路口道路拓宽 硬体改善 软体资讯查询也要互相配合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